今天逛街市见到很多鱼泊 于是我就决定做一个姜葱鱼泊 在今集开始之前 希望各位观看这条片的朋友 或者网友 你们可以用一至两秒的时间 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作为对我们的支持 让我们做得更加好 现在在街市买鱼泊 有大鱼和横鱼一起混合 很多时候都没有鱼泊 他们多数留给酒家 妈妈厨房 妈妈厨房 白色层衣就要剥掉 因为层衣很硬的 记住把它放气 否则放到热水里 可以爆开 葱要切断 word公司 方 Bag 切粘 一切后做一开四 鱼汁很香, 用姜, 葱, 出水, 去除香味 煮滚了水, 将姜葱放进去煮 煮五分钟, 等它出味之后, 就可以关火 煮好的鱼汁放进去煮, 让它除去腥气 煮五分钟, 去腥气 然后, 将水倒入 开锅, 下油, 姜葱, 爆香 煮熟 煮熟, 等它出味 将出水的鱼汁放进去, 炒香 中火, 焗一焗 再加蠔油, 香油 蠔油和生抽 蠔油和生抽都是鲜的, 所以不用加面 多盐 冬葱 再烤一烤 煮熟 放点红椒, 会比较好看 喂, 吃饭啦 今集已经差不多了 多谢各位的收看 详细食谱我们会上传在Facebook的专页里面 有兴趣的话可以查阅 另外,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作对我们的支持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我们下集再见